嗨,大家好,我是小小林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日本的Anime Cafe 即将在今年的11月28日到明年的1月7日 推出麒麟王限定的咖啡馆 那就让老师来带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活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首先,这个Anime Cafe 是一间专门和动漫游戏等合作的主题式餐饮 此外还会贩卖限定款的周边商品 目前在日本和海外呢 总共有23家分店 台北呢也有西门跟北门店 不知道麒麟王之后 有没有机会到台湾也展出呢 这次的麒麟王咖啡厅 在三个地方开设 有东京池袋店、明古物店以及仙台店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池袋店前几天的预约啊 已经满了 很夸张啊 原来奇蒙的热度不减啊 那各位注意一下 只有池袋店呢 是需要预约的 明古物店以及仙台店呢 是直接当天过去就可以了 那关于主题式餐厅呢 其实老师之前啊 有去过西门成品举办的宝可梦餐厅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宝可梦嘛 所以我就有过去 那当天给我的感受啊 是还不错的 除了食物很可爱啊 拍照啊 通围啊 感受是不错的 但我印象啦 东西不是特别的好吃 所以今天要拍这一集呢 就是先告诉各位 日本有这样的活动 那也想问问大家啊 老师最近有点疯狂啊 老师最近有点疯狂啊 想要呢 直接飞过去日本呢 拍一个开箱系列 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兴趣想看呢 机票的部分啊 其实也是有点贵的 毕竟我今年呢 才刚从这个大阪回来 所以我是想要动用 YouTube的收入好不好 老师工作了四年的钱钱 我继续把它领出来 拿去拿成机票钱 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按赞让我知道 那也可以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你的朋友呢 是曾经看过奇妮王 但不懂围棋的 一样可以分享出去给他们 希望让更多人 能够接触到这个频道 那前一集的Q&A 影片也已经出了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啦 记得在底下留言 我是小林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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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